大家好 最近山东爆发了大新闻 就是T考的 还不止一个 查出来大概200多个 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上 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在高考大省 显然这种事情不仅仅是山东 国内的这些高考大省 都会非常的普遍 我觉得陆续这些高考大省 都会出现很多例的 这个一个方面 很多时候山东查的比较严 所以山东人比较诚实等等 也许吧 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 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 是信息技术的普及 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最基层了 上层也能够直接获取到基层的信息 对基层的了解已经更加的多了 减少了中间的渠道 以前我们这个信息不对称 主要就是中间环节 那么在互联网没有普及的时候 对吧 你不管是从省里到市里到县里到村里 他都是有中间环节 从下收集信息 然后一层层往上去的 那么越往上走 他只能依赖下面给你传达上来的信息 你比如一个省吧 你像我们省2000多万人 你很多省上亿人 你作为这个省政府 他怎么能把这个上亿人的情况 掌握得很清楚 不可能 哪怕是一人一人跟省长说句话 他得十倍的啥也不用干 就听你一人一句话的 他一定会依赖 一层层的传递的 每传递一次 信息一定会有试真 你哪怕每一层试真10% 正确是90% 你过了4层呢 4936了 过了5层6层呢 所以我们看山东的高考的事情 主要的因素 我看了很多的案例 主要在哪里 都在中间环节 都是很多中间的环节 一个是7上 一个是门下 对吧 很多吧 你说有权 有点小权 也未必很大 主要还是在中间环节 如果他能搞定所有的环节 那也不用冒名电梯 对吧 你譬如某个案例 一个女孩 如果他父亲能够搞定所有的环节 那还冒别人名干啥呀 直接把他女儿的成绩改了就行了 显然做不到的 需要冒名电梯 这就是说事情都出在中间环节 这个中间环节呢 就像前面说的 这个信息是层层传递的 中间环节 对吧 就出在这个 班主任或者当地的教育局上 一个是录取通知书呢 发到班机 然后通过教育局层层的上报 尤其在互联网不普及的时代 对吧 靠人工上报 人工手写档案 人工写材料等等 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事情 尤其是对很多高考的大省 对吧 高考也比较难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看山洞的案例也好 或者其他省份的案例也好 其实都是以前的事情 他们都05年之前的 那之后就很少了 为什么 危机普及了 信息或许更加方便了 档案调取更加方便了 而且不具备传感性 你假如说我今年高考 我报考 对吧 现在你直接在互联网上报考了 自己直接上互联网查成绩了 谁有这么大本事 能把互联网系统给你改了 也不可能 而且这些人 对吧 也要参加高考的 都要参加高考的 成绩又不理想 成绩也改不了 对吧 也就是说 要参加高考 成绩又改不了 这个上面没出问题 就出在他们这 对吧 嗯 可能会往上走那么一点 但总体来说 这个教育系统呢 没有出现问题 就出现在这个中间环节上啊 呃 这还是信息传达的方式啊 我简单说一下 你譬如这个 春秋战国之前 商周时代 周天子为什么分分啊 对吧 所以我们听很多 这个报公案 敌公案啊 清官干什么 逢山开路 雨水大桥嘛 交通不行 信息传达不方便 所以只能分分了 对吧 把你封到这把你封到那 你这个地方你就相当于自制了啊 后来秦始皇实行郡县制 对吧 也是因为信息传达容易一些啊 当然还是竹简 传达的也很有限 对吧 他的容易呢 呃也是因为交通吧 全国这个道啊 这杆搭起来那杆搭了 搭个差不多了 再加上有秦指道 嗯 对吧 但是后来刘邦 刘邦占领了天下了啊 呃 刘邦是郡县制加分分制双铁河了 对吧 那么在后汉朝后来呢 从竹简到了纸 纸的信息量记载就非常大了啊 所以这个分分制啊 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对吧 这个嗯 嗯 黄泉吧 能够渗透的领域越来越深了啊 嗯 但是吧 终归是靠指啊 靠马 是有限的啊 再加上民国 对吧 到新中国有了汽车了啊 那从中央到地方 对吧 更加畅通了啊 当然还有了电报电话了 也更加畅通了 但是他依旧有很多的盲区 对吧 依旧是要层层上报的 上报的 比这个以前吧 更加精准了 但还是不行 呃互联网时代 对吧 这个更加精准一些 但是我们早期互联网一个不补及吧 一个技术的原因等等啊 因为互联网技术本身也在革新 那到现在呢 对吧 这个技术更加进步了啊 互联网更加补及了 信息的搜集呢 也更加的容易了 譬如我们高考 那么现在的孩子 自己直接能上网上查多老份 自己能够直接上网上报考 没有了中间环节 可以篡改你这个信息了啊 不像以前 对吧 手写材料手写档案 嗯 从班主任这儿 对吧 送到教育局啊 班主任在上户籍那儿 钓户籍等等 给他了 操作的空间啊 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 你譬如案件啊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原案 你说这个 白眼案 后来是一个相对的巧合吧 把它破解了 能破解也是因为什么 后来有了DNA了 如果当时就有DNA的话 破解来是不是更容易呢 对吧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南大 刁月青 刁月青还是刁爱青的 南大随事案那个 如果在现在 这是个学案吗 不是的 遍地摄像头 一插摄像头就行了嘛 所以现在公安啊 破案更依赖的是什么呀 首先就是摄像头嘛 非常依赖摄像头 第二个就是DNA 这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古代报公案啊 敌公案啊等等啊 是吧 也许会出现一两个 那么比较厉害的人物 但整体就那么回事 因为技术不达标 技术不进步 是吧 中间环节太多 你像这个刁月青案也好 我们以前这个白银案也好 因为这个十大学案 以前特别关注啊 总看 但是当时警方能依赖什么呀 只能依赖目击者王大娘 目击者李大婶 保安张大爷 只能这个 口诉这个东西啊 一个不太完整 二一个会出现偏差 三一个 有他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张大娘 他又没看到呢 他只看到了匆匆一走怀疑这个人 那这个人是不是呢 都不清楚 有了摄像头了 是吧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以前 你像我们这粮食植补啊 农村低保啊 也都是啊 最开始是 对吧 到村长家里 村长说你夺钱就夺钱 那谁知道啊 他说的对不对 那他也不知道 后来上民政令 再后来是啥呀 自己办个卡啊 说这个不经过村里 也不经过乡里 也不经过县里 从省里直接打你家多少地 丈量清楚了 直接打你卡里了 就减少了中间环节 信息更加精准了 信息更加精准之后 那这个各种腐败 于肉箱里的事情啊 也就越来越少了 各种突发事件 各种案件啊 也会越来越少了啊 所以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了 之前对吧 在直播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武汉啊 李文亮之后 那次直播很多都讲啊 对吧 这个疫情为什么 这个李文亮为什么缺乏监督啊 缺乏民主啊 缺乏选票啊 那当时很多讲了 我说啊这个民主自由 或者这个监督体系啊 是一套落后的制度了啊 你比如这个台湾也老讲 这个新闻媒体是第五权力 能够起到监督作用 但目前你看台媒 起到作用了吗 而且当新闻媒体 自己成为一个权力的时候 那谁来监督它呢 包括司法呀等等都一样 那解决这个问题 靠的是什么呀 对吧 公开透明是对的 那这个公开透明的方式是什么呀 技术进步 信息的透明 信息的透明一定是靠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现在一定是靠互联网的进步 对吧 就像我们回到刚才的高考一样 你再怎么透明也白扯 对吧 它有很多的中间环节 一个本身 它再客观也会出现偏差 二一个 它会气上满下的 它会给你五盖的 人很多人是靠不住的 我们今天一分天鹰的人 对吧 我有时候在想啊 假如我当年毕业了 我考过公务员 我或者现在我混到过什么 有点权利 我能保证我就不那么 抬点油吗 我不敢保证 对吧 因为过去的事情不敢假设 虽然你现在你让我说 我能跟你说的慷慨激昂的 这个很多人也一样 你能保证吗 就像我以前举个例子 就像我坐火车 对吧 以前坐那个没有钢铁坐那个车 对面坐五六个人一起聊天 那么你这个有了在串店天炭的 天炭的就负责买炭 对吧 很多卖炭的 你给我两宝烟 我才买你家的炭 都是啊 你这个到民间这里也是这些事啊 所以靠人是不行的 要靠技术靠技术进步 对吧 你这个民主自由选票 要靠这个人来监督 没有用的 我觉得不行的 要靠技术 而且今天事实的发展也是 就是一定是靠技术进步的 所以对吧 你像中国也一样啊 大家讲的啊 这个又是透明 又是公开又监督 那靠的是什么呀 靠的一个是信息的 直接的上通下达 对吧 从上网上从下网上达嘛 靠的还是这个啊 我们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小程序啊 你看植物宝上也有啊 微信上也有 这个国务院的小程序啊 还有很多的小程序啊 但这个范围比较大 你还有本地的程序啊 你包括很多办事情啊 对吧 通过很多微信的公众号 都能解决了 很多信息呢 也更加通畅了 对吧 嗯 现在还不足 会进一步的完善了 但终归来说 解决这些问题呢 靠的 都是 技术的进步啊 信息的发达 所以对吧 这个关于山东提考啊 或者是贸民典器这些事情啊 嗯 道德化的批判一番吧 有没有用啊 发泄发泄情绪吧 但我觉得也没啥大意思 一个吧 这个事情啊 过去 也已经发生了啊 对当事人 有很大的伤害 我们或者谴责这些替考者啊 谴责某个帮助 上下棋手班主任呢 对吧 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啊 但真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啊 事实上高考这个冒名顶替 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啊 现在已经不可能 技术的进步 那么我们其他的问题呢 其他的很多事情呢 还是技术的进步啊 其实你 你譬如我举个例子啊 譬如我们森林的保护 对吧 以前这个 一些林业部门啊 等等啊 对吧 现在我看就是 放无人机 有有很多就是 直接周里的下来 就放无人机 拍上录像 人回去研究录像就行了 现在呢 对吧 北斗都上天了 通过卫星就能看了 对吧 包括一些 灾害的预防啊 也包括森林的破坏啊 等等等等啊 对吧 你有一些假如破坏了森林了啊 比如说给这个 林业相关部门 塞点钱说没破坏 以前是可能啊 会看不到的 那么哪怕就是 上级领导下来查一查 范围很有限 你这么大片森林怎么走啊 走不了的 但是你现在呢 技术进步了 其他的很多领域啊 也都是一个样子的 都是一个样子的啊 我想以后信息呢 可能会更加的 透彻一些啊 呃 会搞的呢 更加的细化一些 对吧 呃 也包括吧 不管是 赈灾也好 呃 或者其他的啊 博下来多少钱呢 用到哪个领域了呀 对吧 我们可能会更容易 通过一些小程序啊 更加透明的看到啊 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所以对吧 你不管监督啊 民主或者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靠的技术 所以我一直是比较迷信 技术进步的啊 这为什么呢 呃 其实马克思有一点说的很好 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啊 这个 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 如果科技突破了 很多东西都会被突破的啊 你比如说包括中国一样 你包括这个政府也一样 都在不停的变化 对吧 我觉得这个变化的背后呢 也是科技的突破 以前在那种科技水平之下 对吧 你怎么讲都没有用 怎么解决就解决不了啊 只有科技的不断的进步啊 对吧 上通下达更加容易实现 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否则的话 你科技不进步的话 你不管搞什么啊 你搞什么制度都一样 终究是信息一级的网上传达 中间会有很多的中间环节的啊 不是那么个事啊 呃所以科技进步吧 对吧 整个社会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呀 呃思想啊 都会有很大的转变的啊 对政府职能也一样 对吧 都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会有很多职能上的转变的啊 呃也包括很多态度上的呀 等等等等吧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啊 呃很多吧 是对过去说法的一个总结吧 但总之吧 我还是觉得呀 呃山东替考这个事件 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事件啊 也包括很多这个隐瞒呢 或者是上下棋手啊等等这个事情啊 还是要靠科技的进步啊 所以你像这次疫情啊 对吧 这个老外说隐瞒呢 对吧 我身边的人就不相信了 为什么呀 你就不要说这个其他的省份了啊 你像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周边有几个疑似的 对吧 或者有几个当时从湖北回来的 那马上朋友圈都传遍了呀 多快呀 多快呀 对吧 对吧 当技术进步到这种程度啊 这个手机啊 4G码木啊 能分头这么普及的时候 这个信息就是越来越公开了 对吧 很多东西传的非常的快 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假信息吧 需要过滤和鉴别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